原标题 故宫养心殿常年阴冷让人们专家挖开地板一瞧 秘密被发现了香气 看过我国古装剧的人都知道养心殿是一个什么地方 这个地方可是皇上待的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 甚至比在皇上的寝宫还要长 因此养心殿可比很多宫殿要重要得多 他要在这里劈开奏折 甚至还会在养心殿连夜休息 不过之前的故宫养心殿有一个奇异现象了 那就是常年阴冷让人们来参观游客都感觉 空气比其余地方更潮湿多了 养心殿在明代的时候就已经建立 就在皇帝的秦宫前秦宫的隔壁 占地面积达到了五千平方米 有五个后殿可以供皇上选择 而且在后殿的东西两侧还有十几个寝室 有时候皇上的妃子也会来到养心殿伺候皇上就寝 可以说养心殿就是皇上第二个寝室 不过养心殿虽然规模比较小 却是醉得冲的 为什么养心殿一直都是给人一种潮湿阴凉的感觉了 是常年潮湿的情况呢 一开始维修人员都拿这个没有办法都知道 这故宫的建筑材料大多用的是木材 如果空气潮湿就很容易让木材受潮腐烂 这个宫殿就更换多次木材 一直都是至稳不不至根 展开全文 后来有专家为了一查究竟 就顺着潮湿的方向 专家挖开地板一瞧 秘密被发现了 原来是养心殿的地下 故意装了一个管道 这个管道里聚集了许多水蒸汽 水蒸汽就是来源于加热养心殿的管道 这个管道作用就跟如今的地脑 作用很相似 只是后面没有使用了 水汽堆积在里头 让养心殿的常年阴冷潮湿 这么一看来真的要佩服古代人的智慧 大家都知道 地暖这个东西是现代的产物 在古时候 天气冷就只能穿多几件衣服或者烧炭 而古人竟然能够想到 在地下埋下加热的管道 让皇上常年休息的寝室 能够在冬天的时候变得暖起来 要不是专家挖开地板一瞧 发现了这份秘密 还不知道古代就有地暖概念了 养心殿前前后后 一共有八位皇帝住过 算得上是使用频率很高的宫殿了 在这样的宫殿里有这样的供暖措施 实在要为古人的智慧称赞 各位网友们 你们有去过养心殿里面吗 你对古人这种建筑方式怎么看 你还发觉 故宫里有那些宫殿是不一样的 留下评论 分享下你的看法给我们吧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继续